大家好,今天电影有读到381期 今期我这两个星期很忙 因为有新的短片制作会开始来 如果大家有去看香港短片 都知道政府有短片计划的外户 ASP专业装动画 还有M&M創家作 即是真人制作和歌手 今年已经开始发布选了一些片的计划书 预计是明年2023年 也是刚刚十周年 每度都有33部 超过30部左右 的制作就现在开始了 所以我这次就拿了这个来做个主题 那个名字就叫做香港短片 M&M&M的猫世代 因为那个猫世代 我们初初在电影有读 都说Majors 现在他们的制作人都说 不仅是Majors 我们已经开始转到是Catcher的时刻 Catcher里面有代表短片 还有聚事的方式 可能已经死了 是一种新的一种叫做视像的 Drama的创作方法就开始出来了 其实这种转变 我们都看到风声很早出来 所以这次的主题 关键都会同意 专讲现在的短片 尤其是香港那些短片 创作 不仅是ASP和M&M的 因为如果讲创作短片的时候 香港就应该有五十多年历史 尤其是动画里面最值得讲的 因为动画是在香港七十年代的时候 都有一批动画作家 例如是劳智英、何英少 或者关派圈那些 他们都用超白短片的形式 来拍动画片 因为当时整个动画工业 不是那么流行 我可能迟些再详细讲 但是短片里面 碰到有些叫做业内人士 来创作 这个政府支援 M&M 就是初初时有一个很模糊的意图 但是去到现在 近三年至五年 我觉得 有个成绩出来之余 还有在国际短片界里面 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向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好 有些人觉得不好 因为基本上 里面那些参加者都是professional的 有个专业的 已经入了行的那些 创作人或者制作人 或者跟一些纯粹独立的短片 有些真是自己 拍摄最实在的那些独立短片 就有不同 这个也很值得去讲 所以 我想第二节 ASP的支援计划 可以作为一个 政府支援的 这样的情况 好处是什么呢 有没有坏处呢 尤其是在动画各方面 可以讲一讲的 第三节 我也是预计 讲创家座的支援计划 他的成绩 以及里面有没有新的发展 天马行空可以讲的 更加天马行空 因为我今天没有带那些笔记 所以就只是这件事来推出 但是第四节 就深化了一点 因为我都看到 原来是 我们那些 听众朋友 除了创作 原来我们行内 我们有些朋友 他也有听 所以听到 因为碰到那些 制作和创作的那些问题 他多了 这一节 第四节 我讲最近 很多人都开始 研究那个 迷恩的截图现象 为什么会变成了这么时尚 这么风流 这么吸引 还有那些年轻人 基本上他们的那个看东西 那个认知 其实在迷恩 这些现象那里 更加能够出来 所以在那个 因为我做教师的时候 比如用一个图 来出到你的创作的那些精髓 那个叫one frame的 effect 都是很重要 那么它就是 如果配合在现在的那个迷因 加上 我一直都很显示 想研究 就是那个 PSO 即是Steven King 那部sell 他都有提出 现在的手机里面 那些波频 其实是有一种催眠力的 令到那个机主 会出现了一个 去到最终的程度 叫喪化的现象 究竟会不会变成了喪尸 这件事很难说 但是我认为他那个里面 吐落了PSO 群众的 一起集体行动的现象 里面 就可以反映到 现在的媒体 尤其是电视电影 或者网络的 这些叫做视像媒体 发挥到一种新的影响力 和我们以前的 所谓的潮流文化 是进了一步的 第四节 看看能不能碰到 我们的心得 那些经验 或者现在 那种叫做遇上 会有什么新的潮流文化出来 跟大家一起 去交流一下 去到最后那个 关键是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情况 因为现在 基本上 学校里面 整个教育政策 有一个新的改变 那些我们就讨论 不能这么彻底 因为我们又不是教育专家 但是 譬如 现在 那些大专里面 他们 譬如 电影的课程 或者是 那些 创作 剧本 其实是在大学那里 都很受欢迎 最主要就是 现在的大学的课程 会不会出现 我们一直都说 香港的电影很少 学院派 学院派会不会出现 但是 我觉得 现在有一个现象 我们是 看大学里面的 一般的大学的电影课程 都变成了工业性的 方向 就是想那些学生 在读电影课程 可以做到电影那一行 有些基础的认知 跟一般的大学 或者人在外国 比如 美国最出名的南加大 有一种分别 其实是降低了一个 一个层面 纯粹以工业为主 所以就变成了我们的工业人 有时候 进去做老师 都完全 说明他们是很想的 这个 我觉得 用SAP 和M加M 用微电影的方式 开始 十年了 十年都已经有一个 应该是值得去一个检讨的时刻 做了这个题目 说了又说了 因为这两个礼拜 都已经公布了第十届的 ASP 或者M加M 都 那些项目 而那些项目 里面 我觉得有几部可以事先 开始制作了 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尤其是 尤其是我想 在M加M 那里是更加特别的 多话说 因为M加M 最主要的一个元素 就是除了业内的人员 他可能未到导演的阶级 甚至他去导演的时候 他没有自己的风格 导演作品 出现的时候 这个M加M 就发挥了很大作用 除了那些东西之外 他最大的支援元素 就是那些歌手 因为歌手基本上 就是在这个支援计划里面来说 最关键的就是 歌手就在一个娱乐影业里面 是一个叫做Cast 有时候电影就叫做Casting 就是找选角的各方面 来去 其中的一个强项 在独立短片那里 有时候你掃人 做又得要 但是你找到一些人 或者一些Cast去做 都不会那么着动 就是在银幕上的那种 就是用那个Image Cast 形象的那个 发展来去考虑 要是看看他的角色 配不配合 这样的 所以这个分别 我觉得 可以现在 让大家更加清楚 知道 ASP和M加M 在这个十年之间 他们做到什么 成绩出来的 好了 我们下一节就正式开播了 下一节先看看 动画还是歌手 的那些 第二节大家就会知道了